你不是為何不坐? 小姐說你不坐,不是問你為何不坐 你為人很聰明 我買了你回來,就應該先向你說說我們家的情況 我們慕容家是江湖中的貴族 不但武功高強,地位亦十分顯赫 因為我姐姐是慕容淑,是當今皇上的淑妃 我兩個哥哥,你也見過 一個叫慕容中,一個叫慕容正 我就叫慕容仙 你跟著我做甚麼? 小姐,你說的聲音很小,我聽不到 我叫慕容仙,聽到沒有? 聽到 記住 家庫去了京城,接我姐姐回來祭祖 所以家裡只剩下我和兩個哥哥 我兩個哥哥是怎樣,你也看到了 他們最喜歡調戲丫鬟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點 否則出了甚麼事,我也幫不了你 會出甚麼事? 你說呢? 但這件事我不做未婚媽媽 你別再說笑了 先跟他們安定吧 之後為你媽媽上住香,就去我的房間試候我 小姐,你媽媽要不要裝?我幫你媽媽裝 你說甚麼? 你以後就睡在這裡 謝謝姐姐 姐姐你怎麼稱呼? 我叫思琴 那另外一個一定叫高娃 你也挺聰明 不過千萬不要在四小姐面前賣弄你的聰明 她是很聰明,她是很聰明 而且她是很刁蠻 我告訴你 她快點被你上來,她會打人的 小丫巴會乖的 嗯,好吧 你吃完晚飯,去四小姐的房間試候吧 小丫巴知道,小丫巴送你出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 為什麼? 小丫女雖然我沒有忠情 拿完火靈芝重要,時間不多 唉呀,鐵姑娘中的掌讀很深 心目只剩下一線 恐怕小如兒可以拿到火靈芝回來 都趕不及了 她死在這裡,對我們沒有好處的 沒錯 小如兒把她交給我們鳳兒 如果不讓她留在這裡 傳出去 對我這個仁義無雙的名聲 恐怕會有影響 那應該怎麼做 維夫也想不到什麼好辦法 我想聽一下夫人的意見 枉你還叫仁義無雙 我看,只不過是個笨蛋無雙 這樣吧,你馬上叫紅葉來 之後急召天下十大神醫來醫鐵森蘭 這樣就顯示到你的仁俠之心 再叫紅葉幫你宣揚出去 這樣的話,不管是否醫得好她的病 大家都會認為你已經盡心盡力去救她 要怪,就怪儀花公 夫人果然妙計 你的事,我有哪次不盡心盡力去幫你的 但是你,就背著我在外面弄完不見光的事 夫人,事情都過去了,不要再提了 維夫以後不敢了 哪是過去的事 現在家裡有個天天睹眼睹鼻的人 你是說玉燕? 不是,還有誰? 我看她和我們鳳兒相處得不錯 你看她整個狐狸精感 她是狐狸和白兔做朋友 一有機會,她就會吃了我們鳳兒 那怎麼會呢?鳳兒是南海神尼弟子,武功這麼高 玉燕又不會武功,她怎麼會傷到鳳兒? 是呀 我怎麼都看她不順眼 好…那我就盡早把她許配給人 等她嫁出去,你就不用不開心 你不要再騙我 不然我一定會跟你死過 維夫不敢 好了…快點飛鑒傳書 我回房間等你 好 小少女住在一起,永遠都騙我的兒子 我不會… 火靈智… 小喇叭,你站在那裡幹甚麼? 尿尿 那你怎麼好像這個男人這樣站在那裡? 我的菠蘿蓋 麻了 屈不住 怎麼會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先兩天我賣身撞武 我跪得太久了 我的菠蘿蓋蓋不堪 這麼可憐 你不要動著 我過來扶你 慢慢 坐下 慢點 我幫你看看 真是屈不住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少爺 小奶爸膝蓋不住 我幫他按摩 你懂什麼按摩 讓我幫他推功過血 一會就好了 喂 幹什麼 你還站在這裡幹什麼 快走 我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忙 幫什麼 這是我們慕容家的獨家秘方 讓我幫你按摩 不用了 我們這些粗生粗養的女生 有她 你是我妹妹的丫鬟 我要好好照顧你的 你怎麼這麼多毛 少爺 既然你這麼說 我實不相瞞 其實我十七歲那年 我雙腳已經這麼收場了 就是因為這雙腳 令到村長和鎮長打了大交 村長說 她說我小腿和大腿的比你剛剛好 鎮長說 我無與無之間的距離 欺負到好處 村長老母就罵我 說我天生狐狸精 說我勾三搭四 人家天時暑熱 樂田插殃 不穿條超短裙 你說我穿什麼 情有可願 於是乎 自此之後 我每天就拿兩塊老薑 磨啊磨啊磨啊磨 希望磨到雙腳無神神 又這麼醜了 就這麼醜了 讓以後那些臭男人 不用對著我雙腳 色迷迷 想不到今天 少爺你也是知音人 唉呀 這些就叫玉蓋梨漿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好東西通常都是遮都遮不住的 漂亮嗎 漂亮 真的 少爺說和我按摩 什麼只有摩沒有按摩 左手按右手摩 嗯 少爺 菠蘿蓋嘛 我雙菠蘿蓋 我聽人家說 菠蘿蓋這裡有個穴道 敲一下它會跳的 你幫我敲一下它跳不跳 好 好 啊 糟了 反射區真是亂了 怎麼堆這隻這隻蛋 試試堆這隻 堆這隻 啊 反射區真是亂了 來兩隻一起堆 哎呀 糟了 我的反射區真是亂了 亂了 控制不了腳 不行啊 快點踢少爺 不要啊 不可以踢少爺 不要啊 不要啊 起床啊少爺 起床 控制不了腳 不行啊 快點踢少爺 不要啊 不可以踢少爺 走啊 少爺快點走 我按住他 你走啊 我的房間 你不要動了 不要動了 早晚也不打死你 二娘 小二二 你真的沒死嗎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說話長篇 今天 我給了三百兩位廚師 叫他炸病回家 我就來替他 就是要來找我 一是來找你 二是來找石慕容的報仇 你來找人報仇這麼大聲 我們母子 找了兩夫 扔完慢慢來 小月兒 我問你了 如果有個小孩 躺在路中間 你又拿著馬車走 那你 會不會滾過去 當然不行啊 那應該怎麼做 要先說對不起 我以為你離開了岸魔島 就把岸人的本事 全部忘記了 姐妹 來到這個花花世界 你學會了什麼 忍著 唉